警方在公寓发现一具尸体 尸体身上插着一把水果刀 法医经过初步查验 死者的胸口被人扎了三刀 其中一刀刺在心脏 失血性休克导致当场死亡 而报案人正是这家的主人周云益 他惊魂危定地蜷缩在厨房的角落 脖子上还残留着没有干透的血迹 周云益亲口承认杀死自己的丈夫 是我杀了他 可他给出的杀人理由 却让成队目瞪狗呆 为什么杀了你丈夫张明哲 因为我不想死 周云益挽起自己的袖子 露出了满是伤痕的双臂 言语中痛骂丈夫婚后一个星期 便开始对自己拳脚相加 而每次他的哭喊声越大 丈夫反而却越享受 兴奋之时甚至抄起烟灰缸狠狠砸下去 以致他的手臂和肋骨都被打折过 因此为了躲避暴力丈夫 周云益扔掉了旧手机 并化名为陈秋文 小心翼翼地躲在北疆生活 可没想到四年后的这一天 有个快递员按响他家门铃 周云益开门那一刻 才发现竟是自己的丈夫 在周云益的供词里 他的丈夫闯进他家后 殿下死手狠狠掐住他的脖子 慌乱之中为了保密 周云益拿起水果刀扎进丈夫心脏 可还没断气的丈夫 再次伸手死死掐住他的脖子 于是周云益一刀接着一刀 最终将丈夫三刀毙命 我真算是正当发挥 但是真相真的就是这样吗 更奇怪的是 警局突然又来了一个女人 他自称是死者家属 却坚决拒绝法医进行解剖 女人名叫陆婷 是死者赵明哲的第二任女友 而腹中的四月胎儿正是两人所生 陆婷向沈亿交代 自己和赵明哲在一起的时候 赵明哲谎称自己是单身 直到三个月前翻到两人的结婚照 他才发现赵明哲已经成了家 但自己当时已经怀孕 生怕将来孩子没名没分 陆婷便千方百计寻找周云益 希望他能和赵明哲离婚 陆婷从网上找到了周云益的踪迹 可没想到的是 一张周云益的照片也被赵明哲看见 通过瞳孔里映射的北疆地标建筑 赵明哲跨城追踪到了周云益位置 于是后来便发生了这桩惨案 警方根据赵明哲的身份证和手机号 调取了他近一周的全部行程 结合附近监控 警方发现赵明哲杀人动机明确 整个行动链十分完整 时间轴也跟陈秋文的供词 还有陆婷的佐证严丝合讽 本以为这是一起简单的正当防卫致死案 可沈亿却觉得很不对劲 赵明哲的头比一般男性都要小 并且现场发生过激烈的丝大 可这么一顶一碰就掉的快递帽 为何会端端正正地扣在赵明哲头上 并且就在这时 法医的尸检结果让案件迎来重大反转